金牌宝节园 传播目的模拟器出新游戏了 这个我之前确实是没想到 之前拆船的时候 我不是还吐槽过 对吧 什么拆船拆不完 包括之前那个潜艇DLC 好家伙 当时我可是第一时间买了 结果那个DLC就是个什么玩意儿 然后这游戏出二了 传播模拟器二 我是真没想到它竟然出二了 但是吧 我觉得 既然这都直接重新开始了 应该和之前不一样了吧 走吧 试试看咯 哈 我还是在这个处于海边的小棚户里 铁屁房子呗 东冷下热的那种 没事 我习惯了 在电脑里有一个新的合约 算是个新手引导 购买废船不要钱 可以的 要是我每次都有这种船 绝对妥妥的砖啊 另外还有个人 想从我这里收购100公斤的合金 只给10块钱啊 是不是有点过于便宜了 废话不说 我先去目的地吧 看看这艘不要钱的船是什么样子 诶 就这边过去是吧 呃 这个 我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玩意儿是不是更像一个棚户啊 跟船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关系对吧 我还想着不说上来就是大轮船吧 至少得有一艘比较先进的渔船吧 好吧 不要紧我先冷静一下 根据教程 我先收拾一下杂七杂八的废旧物品 拆暂时还不用拆 我记得之前背包是格子 对吧 反正就是不够用 现在倒没有格子 背包总负重 现在是90公斤 一旦满了 就要把东西丢入卡车上 哎 就像这样丢就可以了 不错 比之前的简单多了 我查看了一圈啊 这是船 没错 但是不知道为啥 只有船的一小部分 顶没了 船体没了 反正就是剩了两层楼 而且还是一部分的两层楼 也就是两个船舱的空间 不过有一点非常棒 从各个节点都可以敲掉来看 这一座的船舶目的模拟器 终于可以把整艘船全部拆掉了 先来到最上面一层 用锤子把这个锚筋全部敲掉 啊啊啊 等等 我这有个咬磨机是吧 可以先把连接处切断 哎 这样 这一段栏杆就下来了 不错不错 总算可以这样八经的拆船了 这才叫拆嘛 对吧 以前的叫什么 拆完以后 船还是个船 好了栏杆拆差不多了 从上面就能直接把拆起来的东西扔到车上 这个不错 我就不用来回上下跑路了 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工具 火焰喷枪 其实以前也见过 主要是烧断一些连接处的 那为啥我不能用锯呢 来把这块铁板先拆掉 然后是这个 啊我懂了 这个角度用锯确实有点不方便 用火焰喷枪切割开 然后一敲 哎 这不就掉了吗 完美 嘿嘿嘿嘿嘿嘿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刚好 刚赚的钱这基本就花光了 然后我还突然发现一个新玩意儿 就讲机 貌似可以指挥吊塔帮我吊一些东西 不过现在还用不上 以后再看看情况吧 好了 那今天这期就先到这里了 对于这次的传播墓地模拟器2试玩了一下 我觉得还不错 比第一代有了太大的进步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我作为一名金牌保健员 后续应该也会继续拆拆船 但是不着急 我先把坦克工作室那边的工作完成了再说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 拜拜